嘿嘿嘿,我是劉斯基,天天如星 大家好,我是劉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施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公益杯的比賽 OK,先來介紹一下 藍邦,這位選手是TopTop 目前他是四屆,大概是前三還是前五吧 他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一位選手 西班牙人這個文明特色是冰工廠每研發一個科技 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而且每研發一個科技師 還會獲得額外的20塊黃金 這個黃金是不管你生時代 還是研發這個織布技術輪軸 這種經濟科技也可以獲得20塊黃金 西班牙人擁有建造速度最快的文明特色 而且火器單位的射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 後期可以轉出遊俠、擊兵、火槍、西班牙征服者、火砲 這類的單位進行壓制敵人 會比較適合 接下來介紹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是擁有15%的農田工作效率 而且他的騎兵是貴族鐵席保兵單位 擁有高近戰防務力的騎兵單位 斯拉夫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 加上工程器還有貴族鐵席為輔助的打法 斯拉夫人的王家四重 有無視敵方防務力的擴散傷害效果 所以他的步兵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他的工程器有減滅 所以還算不錯用 但他的缺點是沒有火炮 所以很容易被有火炮的文明 一直被火炮給壓制住的狀況 所以斯拉夫人後期還稍微轉出大陸馬 去解對方工程器 然後還是用自己的工程器配步兵回主力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一點 OK 那這一張地圖呢 是競技場地圖 公寓盃現在已經打滿多場了 目前看到這些頂尖選手們了 他們在公寓盃的表色好像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就是沒有像之前沙漠之王那種感覺 緊張感 或許他們在公寓盃也在測試一些 招式野素病 因為我最近也有感覺到 他們好像沒有拿出真實力出來打的感覺 或者是有點在嘗招 可能跟這個獎金有關係喔 好 那目前看到西班牙這邊是八隻村民 去伐木 那已經開始撒農田了 那斯拉夫人呢 則是在家裡先 繼續吃野味 還有這個冥羊 待會才來撒農田 那斯拉夫人 喔 斯拉夫人是Miper Miper這邊是選斯拉夫人對上塔塔的西班牙 我是覺得極為不利的 因為斯拉夫人對上火系文明的勝率非常的悲劇 只要有火炮 基本上都可以把斯拉夫人壓著打 好 那目前看到斯拉夫人這邊是 黃金 加兩個人挖金 然後開始趕入 好 這邊推路 再繼續推 OK 這邊直沉 23加2的直沉方式 那西班牙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直沉 但是是走一個挖石頭路線的 那這邊挖石頭他選擇了一個26P加2 然後待會升完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才會去補石頭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我也是蠻推薦大家 這個如果你不太會玩西地國 那如果你想要在競技場carry大家的話 可以選擇西班牙人 然後帶城堡時代速成上去 然後上去之後呢 趕快點下城堡賽 然後去挖石頭 那這邊石頭挖的人 三個人我覺得有點少 看起來他這邊沒有要補石頭 要拉果子的人去補一下 那目前看到斯拉夫人 Viper是率先上面蓋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那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要來一個弩炮加生女槍兵 好的一個搭配組合 那這個打法的優勢呢 是可以稍微克制一下對手的護兵或是工兵入線 或是防止對防槍兵 最主要是要防槍兵而已 但是 但是現在西班牙人 這邊是一個直接不理 哇 結果塔套這邊是直接選擇了惡農惡目 然後之後才挖石頭的一個策略 並沒有要速城堡 他這個打法是先開3TC之後 再下城堡的一個流程 那他的吸增會更晚出來 但這個打法更穩健喔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速城堡 然後蓋城堡上去了 那你就會沒有辦法蓋3TC 沒有辦法開農 好 那塔套這個方式呢 是可以開農 又可以出吸增 而且吸增在出息喔 遇到對方的生率喔 也會有龍被著想掉喔 那塔套這一招確實打得蠻漂亮的 好 現在的 那現在的 Viper 斯拉夫人已經把生物撿得差不多了 然後4個生物都撿回來了 第五個也在後面 那斯拉夫人這個文明特色喔 是他的生鋁呢移動速度是非常快的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生鋁移動速度 有20%的加成 那Viper呢這邊斯拉夫人是 比較晚下這個城鎮中心的 最主要是因為前面投資了太多修道院 跟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加起來就快要700木了 所以在打一個前壓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對手的這個 流程是什麼 那像Viper這種流程喔 塔套也清楚了 他這邊是投資了非常多的東西在外面 那如果他要反擊這個投資車的話 一定要用落馬 或是用這個生鋁點下救贖思想 才可以 那如果現在Viper要去硬點救贖思想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ALL IN在這個 快攻上面了 而沒有開弄 所以如果這邊塔套可以用槍兵 稍微守一下 或是讓對方B點下475的話 自己就可以繼續穩穩了 然後農出經濟之後 轉出大落馬 解個一波 就可以搞定了 那目前這個方式 是塔套的最理想的流程 就是不交流 然後先農 然後Viper這邊也是轉農囉 還有Viper也是 屬於偏農的玩家 並沒有真的要全部壓制對手 那Viper並沒有上這個DOWN 所以點這個475 這個救贖思想 好勝率往前 看會不會有槍兵出來 可以稍微招搶一下 這個投資車應該是打不掉 所以你補個血 最後還是解 點下救贖思想嗎 這個沒有想到Viper終究還是點了 那點下去的優點 就是可以快速的 唉唷 這裏有個洞喔 塔套這邊是想用自爆桶 去炸出Viper的10牆 那10牆這個東西 在城堡時代需要兩個自爆桶 才能炸得死 OK 兩個了 所以兩個就可以開一個洞出來 那這邊可能是要從這個洞溜出去 MIPER不知道會不會來這邊防守一下 要是被拱進去的話就會很麻煩了 家裡就要趕快拉生女防守 這邊生物直接打噴出來 然後帶回家打包走了 哎呀 MIPER這一波會不會出事呢 因為撿生物的生女是不能著想 雖然可以即時放下來 繼續招啊 那這有可能會影響到一些手術啊 好 這裡回家 炸爐炮 放下生物 開始著想 對方拉走 繼續點生物往後拉 還有VIPER的反應速度手術都非常快 待會要炸的話可以考慮炸這個10牆 可以一次炸兩邊 讓這個洞邊更大一些 在這邊炸桶並沒有想到直接開炸 而是先去壓制VIPER的修道院 好 把生物全部搬到家裡 5生物優勢拿到了 這邊VIPER只要轉手為攻 就可以延續自己的經濟優勢了 好 準備著想 沒有辦法著到 好 有前程 抗招響還不錯 好 那VIPER這邊是一個4TC開農 CB樣繼續3TC農 那3TC農上去的好處是可以快一點 升到這個帝王時代 好 這邊直接炸城門 順便炸了衝車 剩下80CP 但是這裡有救贖思想 生鋁還在招 完了 這個打了這個 生鋁 好 炸了一發火槍解決掉剩下的生鋁 剩下一隻生鋁活了下來 最終被招響掉了兩隻 卡套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白盒這一波有點全面崩潰 但現在他又不能趕快出兵 因為他現在4TC開農 現在只能用槍兵去防守 不能斬戰矛 斬戰矛的話就完蛋了 經濟直接死待落後非常多 但現在是5聖物 所以他現在聖物跳得很快 前一隻迅速獲得 我們來看一下Viper 這邊會有沒有夾這個 西班牙3TC 速帝王火槍 然後利用對方的一個前期壓制 投擲車守住 然後轉火槍 但比較意外的是喔 剛剛那台投擲車 居然可以砸到Viper的一隻生鋁 讓全部這生鋁殘血出來 然後剩下的火槍 直接一發一發收掉 剩下的生鋁 OK 那目前看起來Viper 是比較走一個開農路線 那就還好 因為很多人喔 遇到這種情況 就會心急喔 噢幹他這麼多火槍 某車門被打破 不行我要趕快出兵防守 Viper他是一種 很沉浸 很仁卓沉 仁卓沉浸 仁卓沉浸 純淨的一個玩家 忠我不太好 呵呵 所以他並不會遇到這種狀況喔 趕快轉戰矛出來 那這邊是繼續使用生鋁去壓制對手 那對上西班牙征服者喔 史拉夫倫的戰寶 必用斯大儀 也不是特別好用 因為沒有三級射 射程也是稍微偏短 那如果是出投石車 或者是奴炮的話 也很容易被一發擊火掉 所以史拉夫倫遇到火氣 所以文明喔 會非常難打 不然只能用自己的弓神器去反制喔 炮啊 或是投石車 然後打西班牙征服者 是比較常見的 好 這邊直接壓寶壓在臉上 但是西班牙人 這裡已經開始組下了弓箭升級了 他並沒有打算使用巨頭跟火槍 連這個城堡射程 直接補一下 好 村民巨頭開拆 巨型投石機的話 Viper就不能用生旅招響了 而且他也沒有火炮 可以反制對方的巨型投石機 右邊的城鎮中心直接爆開 全部開始往左牽 這邊可能再開一個城鎮中心喔 再補一下經濟 或是要讓村民有地方可以躲 好 後面這邊吸針 抓到了 上方有非常多的村民 但還好只砰掉了兩隻 直接開招 衝車過來 有機會撞到巨頭嗎 好險 衝車還沒有來自己撞到 巨頭先反制 這邊巨頭可能會先打對方的巨型投石機喔 還是會先拆城堡 先拆城堡耶 看來他這邊是要鐵的心 跟對方對保 點下了圍牆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OK 那 Viper是看準的 他後面的村民都在右邊這裡挖金狂 所以這裡村堡不會修起來 這也是優先攻擊的城堡 後方還是拉了很多村民過來修 有機會嗎 再一發 這邊招響 投石車 混蛋 好 那接下來巨型投石機該怎麼解決呢 只能用投石車或用巨頭反制囉 但是右邊的三台巨頭壓力非常大 但修裡村民很多 這裡就是三台了 怎麼是六台 這兩台修得回來真的是見鬼了 我超然沒有看過有六台巨頭石機 還可以修回來的城堡 太狠 OK 就可以用巨頭終於反制了一台回去 哇 結果在猜中的途中被解掉 哎呀 可惜了 如果他沒有解掉的話可能還不會爆 但沒有辦法 這邊可能要撤了 對方巨型投石機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巨型投石機一定要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才會比較安全 那VIPER這邊是 開始 轉出了一些槍兵出來 難道VIPER是想用大量的槍兵 去解決 吸陣跟巨型投石機嗎 喔 轉出護衛技術了 好 吸陣這邊轉馬 打卡 打卡開始提升 吸陣數量只剩下一些些 招十字的數量 右邊三巨頭繼續拆 哎呀 這根堡又要掉了 VIPER這裡非常的難打 沒有城堡之後吸陣就可以無雙了 想招誰就招誰 你強兵過來我也是不跟你打帶跑 還是有決定性的優勢在 哎呀 這邊吸陣被戳到屁股 直接殘血了 OK 亮光剩下的 那西班牙征服者打衝車有外增上效果 還增了3.3害足夠 所以打衝車還不算是難打 好 VIPER終於受不了了 要整戰矛了 對方的吸陣實在是太煩 這一波火槍控得非常漂亮 一直彰一直爽 這邊開啟了新的城堡 非常多的射箭場 那VIPER這邊很厲害的是 他出名數居然沒什麼下降 超120層 說明保持得非常好 但是黃金可能會被消耗完畢 雖然這裡還有五色物繼續採黃金 但待會繼續投資自己要拆到了 史拉夫人 後期打西班牙 該怎麼打呢 然後這一波吸陣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直接轉大洛馬 去燒老村民 不錯 而且還可以反視對方的戰狼 史拉夫人這裡很尷尬 如果要防洛馬的話又要轉槍兵 現在要轉戰矛要轉槍兵 支援量真的是不夠啊 好 那洛馬 現在一直繼續輸出 後面火槍也可以解槍兵 好VIPER這邊尷尬 對方直接上了大洛馬 這裡我看起來是要被秒殺了 難道有秒殺VIPER的方式嗎 卡套你太狠了 要順帶一條 卡套是我心目中的世界第三強 VIPER黑藍 就是卡套 他的打法也是穩健型的打法 而且戰法來說更扎實 不過那種太花俏打法 是非常穩健的 有個人手術也是比較偏慢 也喜歡穩健型的打法 拚手術的事情 實在是太累了 好那這邊史拉夫人 展出了槍兵 加上戰馬的垃圾組合 好那只要轉出火炮的話 史拉夫人就只能靠生女去招搶火炮 右邊的五個生物被打噴出來 這裡要再補一個修道院 還是不補 直接搬回家 哇搬一個最遠的 好那現在外圍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些馬座也要趕快拆除 殺夫人 點下二級的步兵台下 西班牙點下了霸權 增加一下村民的血量 還有生存能力 攻擊力也會大幅提升 看來還是 西班牙這邊 更有優勢一點 史拉夫人打西班牙勝率 真的是差 有點差 只能用自己的經濟優勢 農田效率去擰壓敵人 但是西班牙人 不給你農的話 那你的優勢就打不出來 打法也是非常清楚 千萬不能讓史拉夫人農起來 那白盆真的是有夠農耶 這什麼情況 怎麼這裡又有三十八片田 好 這邊叫我兵稍微反制回去 巨頭居然砸到後方移動中的巨型投射機 而且這邊疾病也升級了上去 白盆這邊速農回農的速度非常快 農田繼續灑 這就是他的最大武器 農田 白盆這邊很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 但後方已經被弱麻 騷擾到生物無法治理 OK 三級攻 還有 精銳吸增 疊下了 還有疊下攻擊 西班牙人 難道直接轉劍勇了嗎 那西班牙人的劍勇也是三公三保 正常都有 所以轉這個劍勇我想是問題不大 好 下方這裡槍兵直接 下級發亂戳 戳掉了一些吸增 OK 這邊搞定 這邊肉麻可以再繼續出 但劍勇要趕快升上去 換你這種垃圾大軍來說 斯拉夫人會越打越有優勢 我們今天實在太省 而且肉類也不是斯拉夫的問題 他的農田效率實在太優秀 好 這邊 五台 不是五台嗎 四台 剛剛有一個台被打掉了 好 四台巨頭 反擊了回去 而且還有火炮打了一發 解掉了巨型頭C 火炮 哇 這裡白婆直接打出了GG 哇 有點突然喔 這個為什麼突然不打人呢 是因為看到生物被搬走 沒有優勢嗎 或是看到火炮覺得沒希望了 火炮一出來了 後面戰毛兵也會被火炮打爛 正面夾不住的時候 巨型頭C機也沒有辦法正常架起來 但即使架起來了 火炮也可以瞬間解掉 而且對方現在還有巨頭上優勢 自己的生率呢 也沒有辦法繼續快速量產出來 黃金也是非常缺乏 只剩下這塊黃金而已了 雖然MIPER的村民宿 並沒有下降非常多 但是他最後還是 很難打有火炮的文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塔套拿到了五萬七的資源勝利 那斯拉夫人值拿到了五萬三 那軍事方面呢 C8人的KD值來到了2.45 你猜得沒錯 這就是C8政府者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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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